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忠诚 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老吴看小说 聊这本小说 之前我大概遛了一下 我今天专门只讲这本小说 因为这本小说算是长篇嘛 这么厚一本 他是在讲一个故事 一个家族的故事 那这个作者叫做东山张良 他实际上他是山东 山东籍的 他把我家就是那个王孝莲 笔名叫王玄 因为这个他有一首诗 中间有两句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 他在这上面有讲 有一个王玄有一本叫余问 有一个有一首诗叫余问 余说只因为我活在水中 所以你看不见我的泪 这个在这里面当然也会 把这作者的爸爸的这个小说拿出来 然后讲了一下 这个王玄的小说 就是简单讲的自己人捧自己人 那事实上这个王孝莲的诗集 我并没看 我之所以会看这本小说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看了他的戏 他得了那个三个日本三个台湾去的日 那个在日本写用日文写写那个著作的人 都得过植木奖 第一个是邱永汉 我讲过 邱永汉是发财学嘛 股票啊地皮啊什么 他是专门做这些东西的 第二个人是 那个陈顺成 陈顺成专门写中国历史小说 他是用日文写的 所以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了解 基本上要从陈顺成写的这个中国的历史来着手 而不是从中国人写的再翻译成日文的 因为陈顺成他们这是在日本 这个从小在日本 这个生活 所以他们写起来这些日文 像那个邱永汉那个时代是日治时代 那那个陈顺成时代也是日治时代 然后后来后来 他他那个日本战败之后 他回过台湾 在在在在中学教英文 但是因为看到228事件之后 他害怕了 他又回到日本去 所以他写的日文是非常流畅 而且简练 那刚才两位都不知道 这个是年轻人 这个东山张良 他的本名叫做王振旭 1968年生的 民国57年生的 这个相当年轻的一个 但是他写这本小说的时候 出版这本小说的时候 我给他算了一下 2015年简绩1968 他是47岁得奖 也算是中年人得奖 所以47岁应该有相当的生活经验 可是因为他从小在日本 日本长大 5岁就去了日本 这上面讲是他这个是5岁 随到父亲自台北移居日本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他讲的有一些东西 虽然是讲台湾的故事 从台湾 然后到后来返疆探亲到大陆 他主要是一个外省人在台湾 山东人 山东帮 然后从他的爷爷 而且他的父亲到他这三代的人在台湾 还有他爷爷的一些拜把兄弟 他们都是当年一起在打游击的 实际上所谓打游击 其实就是土匪了 像比如在周山群岛有很多游击队 都是所谓土匪出身的 也就是海盗出身的 本来就是海盗 经过政府给他收编 像大家最有名的王生民将军 王生民原来是上校 被派驻到周山群岛 他的目的就是 蒋公正给他的命令就是死守 给钱给粮还有给弹药 他叫他领导当地的海盗 来抵抗共产党的入侵 就是死守 王生民接到任务之后 他就知道他会死 所以他家小全部都吃到台湾来 那后来他果然战死在 在这个周山群岛 然后台湾就把王生民升为将军 原来是上校变成少将 那在在那个凤山的陆军官校 前面有一条路叫做王生民路 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这个其实有点离题太远 简单讲就是一个历史的时代 这个里面讲说他的爷爷跟他带着他的那个爸爸 从大陆来到台湾 1949年到回到来到台湾 但他爷爷还藏还藏有一把枪 那把枪是管制品 那把枪是他以前打游击用的 但是只要是有那个有庆典的时候 警总就会派人来把他那把枪暂时没收保管 然后庆典完了之后 像比如说国庆日游行什么的怕他作乱 因为他们这种人以前有这样子的背景 可是他们因为打游击的关系就是 他们就用过就丢 所以到了台湾之后他们就解散 解散之后他们就各谋深入 那他的爷爷因为很会专严 所以他爷爷在那个迪化街 在卖布 卖绸缎这些东西 他以前在大陆的时候 也是在卖那个花生油 在日治时代叫卖花生油 日本人抓到就因为那个民生物质是管制的 抓到他们他们就会很危险 因此他们就开始就集结起来 就搞到枪支之后 他们就开始那个就开始作乱 因为他们跟日本人作对 所以国民党军队就支持他们 他们就加入国民党军队 实际当时是这样子 战乱的时代是 谁给他们饭吃 他们就跟谁干 这就像职业杀手一样 拿钱办事 就这么一回事情 战争那个时代就是这样 人性不在里面 所以当街道命令要灭村 要灭门 他们就直接执行 他在里面有时候活埋了一个整个村子的人 五十几个人 也有人说一百多个等等等 这个小说写的 你从开始看的时候 非常的吃力 我可以这样讲 但是在这个有 这个植木奖的评审有九个人 九个人都是重量级的日本作家 居然是完全一面倒的就全部投他 说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二十年来的最精彩的一部作品 还希望说这个是领导群伦 希望他以后继续创作 这变成是一种典范 他里面的这个里面 他的用词优美 还有这个形容那些 小说家就是观察入围 然后描述非常的 非常的仔细 那那些描述实际上都是什么 都是说有限元素分析法 我说跟电影一样 电影里面所有的镜头 背景服装道具全部在画面里出现的东西都是有意义的 不会把无意义的东西搬到荧幕上面来 活活闷死的 就在他自己家里店里面的浴缸里面 所以这个小说从开始的时候就悬疑嘛 可是他这个悬疑 他解密的时候 他是间断解密 插播很多很多东西 让你觉得很不过瘾 那当时到最后 他这个他他一直在追求 他爷爷死因嘛 谁杀死他爷爷的 然后抽丝剥茧 然后经过了他他去当兵 大学大学联考 没有没有考上 他的朋友 他在那个 因为帮人家代考 所以被被被被发现之后 从原来一个一流的学校 明清学校开除 开除之后 他转到另外一个 一个太保学校去 那太保学校里面 就像日本的那个校园霸凌 那些那些校园帮派一样 那里面很多的那种色彩 为什么这些日本人 给他那么高的评价 刚刚讲过 只有三个人得过那个植木奖 其中两个是非常重量级的 那个邱永汉是财阀 那那个陈顺成 看他的大步头著作一大堆 而这个是年轻人 那之所以会给他那么多评价 就是所谓一管亏报 就是用他这本小说 来看台湾的那个社会 台湾社会有很多黑道 有很多黑道 那个杀人不眨眼 但是在战争时代的那些 从大陆来谈那些 那些所有老兵 或者是那些什么游击队 突击队这些人 他们有些是土匪 像台湾以前就有很多的 这个部队是这种部队嘛 比如说有那个海军爆爆队之前 还有一个叫做那个那个 反攻救国军 另外还有一个海上冲锋队 还有成功队 这些成功挖人队 这些单位的人 以前都是亡命之徒 因为他们随时可以 可以到那个 到对岸去 跟共匪火拼 所以跟共产党 跟匪军火拼 而且去做 小规模的战斗 像这样子的人 骚扰式的战斗 像这样子的人 他们杀人如麻 所以他们 没有什么军技可言 所以以前被管制说 他们连到 从金门要回台湾都不行 就是因为他们的 思想各方面都 不见容于这个社会 你可以想想看 那些蛙人常常都是 进出军区里面 他根本不穿军服的 他穿一个小红短裤 穿个珊瑚鞋 然后上身赤膊 你什么军人身份证 这不可能放在身上 另外他腰间 别把刺刀 你要看他这种人的时候 就怕他三分 这种人在金门的路上面 马路上都可以看到 各位可以看 金钟乐园 那个电影里面 就有所披露 像那些人 他们在战乱时候 就是杀人如麻 因为只要有枪杆子 他们就是草头王 这里面他的祖父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可是他祖父 一直把自己 当作是一个正义人士 虽然是混江湖的 他们带来很多 都是他们的拜把兄弟 他们有一个讲义气 就是说 拜把兄弟里面的人 死掉了之后 他们的子女 由他来抚养 他们会这样子 因为他们当年是 生死与共 以前的军中 台湾的军中 很多这样子 不管是青帮 红门还是歌老会 这些组织 你入了这些帮子 除此这些帮子 另外还有 有选盟 有什么一大堆的 这些东西 那当然后来 有什么竹联 四海 什么飞鹰 一大堆什么帮 只要有一个地区 只要有人集结在一起 只要他们敢打敢拼 他们就变成一个帮 这样子的背景 在眷村里面是特别多 因为眷村里 战后婴儿潮 男生很多 男生多了之后 他们就想要展示自己的 势力 展示自己能力 这里面 因为这个作者本身 他没有住过眷村 他不是很不了解 这个 那个世代 以我来讲 1955年出生的人 66岁老头 对那个世代的很多故事 比他清楚太多了 实际上这里面 讲的有一些东西 还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 他说大学 大学没考取之后 就要去当兵 他就读了路径官校 路径官校里面 都在整人 等等等等 那讲了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 对台湾来讲 都不是 都是西中平常的事情 可是日本人来看这个 就用医馆亏报 用这本书可以来 观察台湾 很多很多的黑暗角落 包括军中 包括黑道 包括学校霸凌 包括学校帮派 包括社会上等等 还有一些 从大陆来谈那些老兵 尤其他是讲的是 他是外省人 外省第三代 他的父母 都是从大陆来台的 那他的父亲是 十二三岁 由他 由他祖父 从大陆带来台湾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年代 但实际上年代上 有一点衔接不太上 因为 以他这个年龄来讲 他标榜的是 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是说他十七岁开始 也就是他读高中的时代开始 然后再来 一直到他去当了兵 回来 然后他在贸易公司上班 然后后来到大陆去探亲 这些人那时候 他最大年龄才到二十五岁而已 一直到他最后变成四十几岁 这里面当然因为写长篇小说 他据说他是从2014年开始起笔 一直到2015年才出版 讲坛社帮他出版 他原来不知道定什么名字 有定了好几个名字 什么宝岛啦 宝岛少年啦 什么的 几个名字 后来讲坛社自己帮他定了这个名字 叫刘 刘水的刘 就这个名字 光看这个名字 你不会理解 联想到内容是什么东西的 实际上这个刘 如果用中国话来讲 就是随波逐流 在大时代里面的小人物 都是像海底的海草一样 飘来飘去的 水流这样 你看不到水在流动 可是你看海草这样子摆动 你就知道 水底下的涌 涌就是水流 它是很剧烈的 你可以看海草这样动 比如说海草很长的时候 上面往这边动 下面往那边动 也就是它不同的层的地方 它有不同的流动 但是那个水都是H2O 所以你看不出来 它有什么密度的变化 实际上它是这样在移动 你看海草就知道 而这个人就像海草一样 随波逐流 所以这个流的意思是 大时代里面 你没办法主管自己的命运 只能随波逐流 这个村子的人去灭那个村子的人 那个村子的人去变那个村子的人 那为了是什么呢 为了可能是某种利益 或者是接到某种命令 或者是接到上级命令 那到底谁是土匪 谁是正统 那以台湾对中共来讲 我们叫共产党的军队 解放军 或者红军 我们叫它共匪 共产匪党匪类 匪军 他们不是正统 中华民国国军才是正统 可是国军的分子也很复杂 不是都是从军校出来的 大部分的航母是抓到 国民党的军队来也要抓 因为它人员的消耗 就已经被打死了 战死了 伤亡的人 他不能再继续打仗的人 他就要去民间去抓 像比如说管管就是被抓的 抓到那个军中 就当兵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 其实都是为了一口饭吃 然后共产党 国民党也要抓军夫 共产党也要抓军夫 土匪也要抓军夫 撞到他的阵容 所以我在那个土匪 我把那个土匪狂想曲什么 我都放在下面 你可以点开来看 实际上我讲过的很多故事 把它串在一起 比这个书可能还要再来的精彩 只是这个人的 他的叙述方式 他旁针薄影 包括蝶仙都在里面 还有那个狐仙 他用了很多的那些语绘 还有就是他的布局 还有他用形容某些地方 确实有很多地方是很独到 他的想法 你看起来会觉得他很幽默 而且有点精神分裂的感觉 就是他形容很多东西都很深入 比如说刺青 刺青你要在彩 就是要上彩之前 他只有线条 只有轮廓线条的时候 他也形容到那些黑道的人 露出了那些只有线条 线条的这个刺青 就是还没打雾还没上色 简单讲就是这样 凡子种种 他是形容的非常的独到 非常的深刻 另外还有就是男女 在情窦初开的时候 互相尝试性啊 他一直到他真是真正的遇到他以前 他后来的老婆在中间 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的破绽 我刚刚讲过 因为他里面把那个入伍 这两个字给误解了 他没在台湾当过兵 所以他不知道入伍是什么 入伍是你拿到兵单之后 你第一件事情要到新兵训练中心去受训 受训的这个时候就叫入伍了 也就是你的那个 这个军中的年支就开始起算 而他把入伍是什么 新兵训练都送完了以后 才叫入伍 才叫做入伍 就分发部队了才叫入伍 所以他里面讲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是很矛盾 而且不是事实 可以这样讲 那另外 但是他里面很多精彩的地方 很幽默 比如说那个老头说 他以前也是混土匪的 但是他是在共产党 然后就投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后来变成共产党 实际上共产党 所有加入共产党 是加入共产匪军而已 他真的要取得共产党的党员的资格 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像台湾以前国民党 只要高中时代你申请 高中毕业之后就发你党证 然后你18岁开始 你就可以参加党团的小组活动 高中时代没有小组活动 原因是因为你还没赚钱 你交不了党费 所以就用审查名义 实际上你只要去挂个帽子后 写了申请书之后一定准 在中国大陆的共产党的党员 不是这样子的 很多人当到干部的都还不是党员 这个很微妙 另外一个他描述的中国大陆的情景 可能有一部分是听来的 听他爸爸讲的大概 所以也不完全踏实 当然他也很幽默 他里面很幽默的地方 讲说对方那老头 他很有江湖智慧 他知道你现在想来这边复仇 因为他爷爷被杀了 他知道他最后他拼凑蛛丝马迹之后 他知道是他有一个 他爷爷的一个意志 这是他爷爷以前游击队队长的儿子 他其实那个是 其实那个说自称是他 他那个他是一个误解 他去解救他的时候 他是刚好在茅坑里面 那他在茅坑里面干什么呢 好像是在躲在茅坑里面 怕人家发现嘛 粪坑里面 实际上那时候他正在处理一个尸体 而那个时候他年龄只有十六七岁 可是因为身材瘦小 那个时代人身材瘦小的人多了 原因可能那个战乱的关系 营养不良 因此他父亲问他说 你是不是叫做徐宇文 他根本就没回答 他爷爷以为他吓坏了 因为小孩子嘛 他把他那个十六七岁的身材 因为瘦小 实际上他把那个村子的人都灭掉了 全部杀掉了 实际上你想一个十六七岁人 想要灭掉一个村子那么多人 你要用什么来灭 你没有枪你要怎么灭 你要拿什么拿菜刀 难道他们就完全 完全这个引颈救路吗 就凭你一个人 所以这个里面 实际上细节上是很值得这个推敲 而且很值得质疑的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这个部分就是他去 最后去找到那个真凶 发现真凶 这个部分是有推理的 推理小说 所以这本小说的 他集合了很多 有神怪 有黑道 有爱情 有青春 有军中 有台湾的军中 军中文化 还有军校 还有部队 还有社会现象 爱情 当然还有命案 推理 然后最后还有两岸探亲 还有历史的发展 就是什么时候台湾有警备总部 什么时候可以到大陆去探亲 然后透过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透过美国 中共驻美国大使馆 驻日本大使馆 他没讲到香港 还有香港 以前只是要进去 进中国大陆的 三个最重要的地方 香港 中国旅行社 日本的那个 中国大使馆 还有美国的中国大使馆 因为中美建交了嘛 尼克森之后 那个尼克森 中美建交以后才开 台湾才开放探亲的 在开放探亲之前 就很多人进去大陆 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但是他进去是为了要复仇 他一直因为他爷爷从小对他 他从他从小 他爷爷对他非常非常宠爱 他是他们这个家 这个家族里面唯一的儿子 唯一的唯一的第三代 他有 他有那个 他爸爸有一个弟弟 还有一个妹妹 另外一个 他爷爷收的义子 也就是他以前 有机队人队长的儿子 其实这个儿子就是凶手 那实际上他当时 他说他那个时候只有十六七岁 他说十六七岁 但是他爸爸以为他只有十二三岁 因为个子很矮小 可是一个矮小的人可以灭门 灭村 这个你不细细推敲的话 你会就错过了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就不在这边一一的讲 就是说他里面很精彩的部分是叙述 那如果说我把这个所有的故事 这样直接讲出来的话 就失去这个你去阅读的魅力了 但是你在阅读的时候 因为他用穿插的手法 就是倒序穿插 就是时间线给他拉在一起 它是一个很多线的 但是有一些线是似乎是没有必要 如果你看到后面你就会发现 有些线不是很有必要 可是他想要用很多种很多人 这个评审也对他讲说 他虽然罗列了很多人 可是他每一个人的最后的来龙去脉 还有他的个性都刻画的很明显 很明白 但实际上你如果说是一个推理小说 以推理小说来讲的话 你可以顾步一阵 把你的伏笔放在里面 但是读者可以从你的伏笔 一步一脚印 一步一脚印的 像那个猎狗一样 用鼻子去闻 你发现到一点蛛丝马迹 发现到一点蛛丝马迹 实际上这个从很前面 我就发现到 这个书大概是到差不多 五分之 可能到五分之一吧 不 可能到四分之三的时候 我就已经 秀出来说 那个凶手是谁了 因为能够这样子 把他爷爷这么轻松的 给他手脚反绑 放在浴缸里面 然后浴缸里面加水 让他闷死在这个浴缸里面 就是熟人嘛 而且他爷爷也不是省油的灯 还有枪 还有子弹的人 而且以前杀过很多人 杀过灭村的人 这么狠的一个角色 怎么会就这么简单 就被人家制服了呢 显然是一个熟人嘛 如果你从这些 你如果常常看这些推理小说的话 以这种推理的角度来讲 很容易就标定那个 但问题是你标定这个人之后又怎么样呢 你接着要怎么处理他呢 他人不在台湾 那你还怎么样呢 他居然跑到大陆去了 回到老家去定居去了 而且那是在两岸还没有开放之前 因为他跑船嘛 跳船到那边去 那他追到那边去之后 两个人面对面之后 总是要就像那个决斗一样 你杀了我爷爷我就要杀你 实际上他们两个人 双方都想要杀对方全家 杀全家这个 常常是有一些 有一家伙用这个来威胁别人 我要杀你全家什么的 其实灭门血案在台湾有很多 像刘邦有县长的灭门血案 他现在没破 另外还有一个 另外台湾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件灭门血案 那件灭门血案到现在 也永远都不会破 它发生在桃园这地方 有一个有钱的大陆来台的一个外甥人 他来台湾之后没有很久 他就在桃园那边买了一块地 盖了房子像别墅一样 可是那是一块乡下的地方 在乡下的地方盖了一栋 这个独家独院院子里很多水果 这样子的房子很奇怪 然后他出入都是有车子的 有车子接送的 那很体面的穿着西装的一个人 在他哪里上班 当地的人都是一些农民嘛 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上班 所以结果后来有一次 到邻居发现到说 他们家怎么搞 好久没有人出没 于是就有人想进去看一下 结果进去就发现到 里面的人全部被杀了 而且被杀的方式是拿刀子 拿菜刀 厨房菜刀来杀的 那就是职业杀手干的嘛 就像刘邦有命案的那个面门血案一样 那杀死了这些人之后 第一个就是赶快就会报警嘛 警察就没有办过这种案子 所以就找了那个市刑大 市刑大觉得这个案子很身高 这个人什么身份 结果因为他出入都是坐轿车 所以认为这可能是政府官高官嘛 而且在那个地方 到底他的背景是什么等等等 他买的地 也是一个有钱人 从大陆来台的有钱人 后来就立刻就升高 升高到省刑大 当时的台湾的刑警啊 警察大部分都是情职单位 大陆情职单位 情报局的啦 还有那些宪兵队啦 警察那个警备总部啊 这些人 有这些人 那时候没有调查局 也没有安全局 这些单位 就是这些情职单位的人 来掌管台湾的这个治安 一定升高到这样的层级 升高到这个层级之后 结果就就就就就讲 说这个这家里面 唯一逃过劫难的 就是那个男主人 男主人去上班的时候 发生的 结果当刑警通知他的时候 他并没有很哀痛 然后他来了之后 这个警察想要请 要跟他录录什么 他都不是太怎么配合 好像叫警察不要办这个案子 那他为什么他家里的人 他的老婆跟他的 他的妾 年纪相差很多 然后还有他的庸人 还有他自己的女儿 都被乱刀砍死 每一个人都砍死在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床上 可是这个男主人不在 那结果 后来一调查之后 这件案子就就嘎然而止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这个这个这个苦主 他是情报情报局的一个 一个一个会计 不是会计管管这个管管财务的 据说他是他以前是这个 情报局里面专门负责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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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曆 代曆的这个家人 在台湾的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 就是由他监护 那代曆本身有小金库 那他是以前代曆手下的一个 一个一个掌管财务的人 因为代曆以前的那个 那个钱财啊 那个都是不需要报账的 因此有多少代曆有多少钱 不知道 代曆就是代语农啊 情报局的一个 那因此他跟代曆的关系非常的好 所以他来了台湾之后 他仍然在在情报局里面担任什么